國造潛艦被嘲笑 海坤號將進行大整容 國造潛艦於2023年9月28日風光下水 不過海坤號當時煩躁外殼凹凸不平 以發網友質疑 是不是趕著下水 施工不仔細 為此海坤號將進行大整容 搭皮解決掉潛艦表面不平整 軍方曾解釋那叫塑碼效應 是因外層肝板後方無肋骨支撐 才會出現微凹的現象 加上箭體黑色塗裝光線折射下 凹凸不明的現象會更明顯 台川董事長鄭文龍表示 台船的焊接技術相當優良 只要針對不平整的地方處理 塑巴巴的部分就會膨脹起來 並不會影響到內部的重要結構或工程 你對台船的技術有信心嗎? 歡迎留言說出你的看法